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6月3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债务上限问题获得解决后 拜登很高兴 美国总统拜登在昨晚发表全国讲话 介绍两党成功合作通过债务上限协议的工作成绩 拜登坐在建议之后发表演讲说 对我们过去取得的所有进展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保持美国的完整 信任和信誉 通过了一项能促使经济持续增长 并反映我们国家价值观的预算 拜登说 通过这项议案具有重要意义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厉害攸关了 这项赶在债务违约期限前几天通过的财政责任法案 被视为拜登2024年竞选连任期间的一个加分项 拜登强调了他任期内取得的两党支持的立法成就 他说 美国可以持续运行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妥协与共识 他说 我知道两党合作是艰难的 团结是艰难的 但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尝试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面临崩溃风险的时刻 没有其他办法 没有人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一切 但是美国人民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 他提到这项债务上限法案时说 我们避免了一次经济危机 一次经济崩溃 拜登说 他将在今天签署这项法案 他在讲话中宣示 他将继续解决法案中被遗漏的优先事项 包括提高对富人征税 CNN评价说 这是拜登侍奉了一个含蓄的连任信息 拜登不是在危机中从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 而是在避免危机中发言 二 亚美尼亚总理尼克尔帕西尼扬表示 亚美尼亚不支持俄乌战争中的任何冲突方 他说 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 我们不是俄罗斯的盟友 我们对这场战争 这场冲突的看法是焦虑的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关系 他说 在西方 他们注意到我们是俄罗斯的盟友 在俄罗斯 他们认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是他们的盟友 结果证明我们不是任何人的盟友 这意味着我们就很脆弱 稍后 克里姆联工发言人说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此类的言论 但克里姆联工没有对此发表进一步的看法 帕西尼扬的抱怨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演发什么问题 类似的抱怨对他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这充分凸显 俄罗斯在地区影响力已经逐步衰位 想法再怎么超凡脱俗 这俄罗斯在战场上打不过别人 那么自然小兄弟们也就不服你了 三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员约翰科比说 我们很高兴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满足了乌克兰发动反攻的需求 当他们开始时 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可能 当我说我们时 当然不仅指美国 还指我们的盟友和伙伴 他说 这些需求指的不仅仅是防空系统 还有装甲车 火炮 弹药和军事演习 乌克兰武中部队在前进时将需要更多 他说 军事行动是一件动特的事情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也动特的准备好在未来支持他们 因此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并准备在未来几天和几个月内继续做更多的事情 美国国务卿布林卡恩在藩兰首都赫尔辛金发表讲话时称 许多人认为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强大军力 这是许多人相信的一种说法 今天 许多人认为俄罗斯的军队是在乌克兰境内第二强大的军队 这表现在它的装备 技术 领导力 部队 战略 战术和时期 他说 美国将帮助乌克兰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包括现代空军 武器和其他 基辅和克里姆联共谈判的前提是有一个强大的乌克兰能够抵御任何侵略 布林卡恩说 美国欢迎任何可能将俄罗斯带到谈判桌前的倡议 华盛顿方面将支持中国 巴西和其他任何国家参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建成 美国支持乌克兰是为了其能够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目的不是让俄罗斯发生政权更迭 因为俄罗斯的未来应该由他们自己的公民来决定 好 咱们一起来看看战况 一 在过去的一天里 俄罗斯军队在断裂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进行进攻行动 乌克兰武中部队总参谋部在早前报道中说 乌克兰军队在卢干斯克地区的县塞尼夫斯克马基夫卡和断裂茨克地区的斯皮尔内 以万尼夫斯克马林卡附近与俄罗斯军队进行了29次战斗 在过去的一天里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人员集中区进行了15次打击 对敌人的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两次打击 火箭和炮兵部队袭击了俄军指挥所 两个弹药库 两个电子战系统 一个雷达站和敌人的多管火箭炮 二 三日夜间和早晨没有受到空袭 乌克兰空军宣称 在整个5月份 俄军总计向乌克兰发射了185枚各种类型的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和381架疑似伊朗制造的无人机 乌克兰防空部队取得了近90%的拦截成功率 击弱了134枚巡航导弹 14枚伊斯坎德尔开巡航导弹 7枚匕首空射弹道导弹和377架疑似伊朗制造的无人机 三 战争最新方面 俄军昨天袭击了乌克兰9个地区的平民 对哈尔科夫地区基什瓦里夫卡村的袭击造成二人死亡 四人受伤 俄军昨天对赫尔松地区进行了65次袭击 过去一天 俄军炮击了苏梅地区的8个社区 共记录了181起爆炸事件 一人死亡 四 一辆载有乌克兰叛徒的车辆在扎巴罗热地区 米哈伊利夫卡被炸毁 叛变者生死未捕 五 根据路透社报道 瓦格纳雇佣兵首领伊弗格尼普里格金在电报的最新发言中 称99%的瓦格纳雇佣兵已经离开了巴赫木特 仅留下1%的老弱病残进行看守 所有瓦格纳阵地都已经妥善交给了俄罗斯国防部下属的部队 不过这一信息尚未得到广泛的权威确认 普里格金说 在整个撤离过程中 瓦格纳雇佣并未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挑衅和阻拦 看起来像是乌克兰军队有意放火归山 当然或许是乌克兰军队有别的考虑 诸如认为在巴赫木特遭受毁灭性损失的瓦格纳雇佣兵已不再重要 或者将精力用于包抄巴赫木特南北两翼 之前网红肖卡德罗夫曾放话 说如果普里格金带着瓦格纳撤离巴赫木特 那么车臣的军队就可以迅速顶上他们的空缺 然而直到现在为止 传说中牛皮哄哄的车臣军 依然没有在巴赫木特出现 其实虽然吹得神乎其神 但车臣武装力量并不受信任 他们并不拥有部战车以外的重武器 因此事实上是打不了攻坚战的 从战争开始到现在15个月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车臣军队立了什么军功 可能还是斯特列克夫说的最为直接 他说现在俄军到处吃饼 网红军自然也就不可能宣称获得了任何胜利 六 自由俄罗斯军团通报了他们的状况 他们说我们在村外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不幸的是有退伍军人受伤 但自由是鲜血换来的 所有的上员都已经被送往医院 俄罗斯政府军就像在格拉乌隆附近一样 没有考虑到平民 炮火被用来覆盖任何检测的自由军团 和俄罗斯志愿军团的移动点 他们将一辆载有平民的雷诺汽车 误以为是我方破坏小组的一辆 至少有两名平民丧生 这是普京军队不专业的直接后果 我们强烈建议平民不要离开你们的避难所 等待你们所在地区的敌对行动结束 我们会把和平带回家 俄罗斯将自由 6月2日 俄罗斯官员进一步声称 该国边境地区的袭击加剧 莫斯科方面表示 他已经击退了三次越过边境的企图 但志愿军团和自由军团6月2日表示 他仍在其境内与俄罗斯军队作战 比尔格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省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炮击了靠近该地区的 边境城镇谢贝基诺 他说 据称6月2日在该战抛击后又有两人受伤 有超过2500人正在从该地区撤离 布良斯克州6月2日再次受到袭击 据报道 炮弹击中了靠近乌克兰切尔尼格夫和苏梅地区边境的两个村庄 乌克兰否认其军队参与了跨境入侵 并表示 这些入侵是由俄罗斯志愿战士进行的 七 吴总参公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209470人 新增560人 坦克3829辆 新增10辆 装甲车7502辆 新增12辆 火炮3533门 新增32门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先前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